我們有沒有過量生產和消費? 去到2030年,地球上將會有85億人 地球上有一億人的生活因為污染而受到嚴重影響 還未完結,自1970年以來 我們的資源提取量和加工量也增加了三倍 資源提取和加工是佔全球溫室氣體排放的50% 以這個速度,去到2050年,我們將需要三個地球 艾瑪華森說過,作為消費者,如果要改變世界 我們只需要謹慎求物 在香港,SDG12是最不受關注的可持續發展目標 但這個亦可能是最容易達至的目標 我們必需要減少消耗,減少使用包裝 提取自然資源的同事,亦需要補充自然資源 我們每年浪費13億噸的食物,是時候著手減少浪費了 我們需要更加謹慎地處置危險廢物 總而言之,我們需要減少浪費 我們應該尋求企業的支持 大家需要意識到可持續發展的挑戰 而這一點,亦都應該反映在公共政策上 我們不可以只讓有錢國家受益於這些新的消費方式 發展中國家的生產者,亦都應該受益 不要忘記,他們才是填飽我們的圖那個 我們放假時,都可以保護環境 想變嶺,不一定要浪費,也不一定要花錢買東西 我們需要改變,特別是香港人 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我們應該要負責任,但要怎樣做呢? 其實有很多方法 要做一個好而價錢實惠的錄音室 要用很多便宜的隔音物料 不只對環境不好,還會對我們的健康造成影響 要做一個用回收物料做的高質錄音室 其實一點都不難,只要有耐性 跟著我們一步一步,你都可以做到 你需要的材料有電鑽 螺絲批,電鑽嘴,螺絲 三角曲尺 圓筆,拉尺 釘槍 F字工具鉗 F字工具鉗 G字工具鉗 圓盔 手工鋼 鋼床 斜切鋼 線鋼 割刀 白膠章 雙面膠紙 手工鋼 鋼 封車鋼 手鋼 木條 木板 今次我们会用甲板木 Plywood 透明胶板 木箱拉球 眼罩 手套 耳罩 口罩 第一件事 我们要量好尺寸 Marko要cut的位置 想像下我们要整个电话亭这么大的盒 我们现在要cut出个墙身 记得开脚之前要带好防护装备 安全永远都是排第一 接着我们设好风车鞋的轨道 沿着marking cut出来 风车鞋很适合做大型木工作品 因为它可以沿着右长右直的线cut出 不够长还可以跌长路轨 就像这样 接着我们要mark的是窗口位置 设好四个角之后 我们画了整个长方形出来 方便一阵鞋出来 用风车鞋沿着marking鞋出来 用风车鞋沿着marking鞋出来 如果不是怎样进入录音呢 如果不是怎样进入录音呢 抹出整个门框的尺寸 然后用风车鞋切出来 风车鞋的直线真是一流的 但是角位就要留给手工鞋了 就这样 门和门框就形成了 接着我们要量线木条来做录音室的骨架 长度是刚刚的木板的长和阔 完成后用斜切鞋切割木材 当然不少得护身四保 耳罩、眼罩、口罩、手套 将木条的骨架放在长身木板的四边 用白胶章将它们粘在木板上 用白胶章将它们粘在木板上 用G字木工鉴将它固定好 然后我们就要双螺丝了 为什么? 你不会想到只用白胶章 就可以将它们粘在确实吧? 哇 将木板反转 然后开始在木板一边 平均地转大约八个洞 可以上螺丝了 详细做法 我们可以看回木工入门视频 做完这么多边 我们就可以将G字鉴拿走 之后就到门框 做法和刚刚一样 记住所有边都要放木条 不止是外面那几条边 门框内那几条边都要的 轮到窗了 不用担心 和之前的程序是一模一样 放好木条 放好木条 上白胶章 夹好 反转 开孔 将螺丝 拆开G字鉴 完成 你现在应该很熟手 好 你好 你猜对了 接下来我们就要做窗口 凸了一点出来 不要紧 我们用手脚收拾一下就没事了 不够木条 那就要用骨床切出来 用推杆将鱼下的木条推向前 千万不要用手 不然手指就很容易不见了 然后使用斜切骨 将它们切到刚刚的长度 再次做你最熟手的工序 黏 夹 转 转 拧 是否熟到可以做专家呢 今次除了四边之外 中间都要放一条木条骨架来做支撑 这样就会更加实正 终于可以开始组装在一起了 用F型键将两块墙、门框和窗 夹在一起 形成一个盒的初影 一避多就非常好 早分是没有更加不够的 资格 一样的厚 report 公司和火星 正好 是如常灾窗 辅出商务 擅装摄凅 ct 柴并的专家团侭佈 都是一樣的 之後做回最熟手的工序 一貼 一夾 一轉 一領 弄完底 做完頂 完全一模一樣 之後就把門裝到門框 量好和記錄下門框的位置 包括門框的厚度 用marker去加深些marking 這樣就包不會鋸錯 用手腳鋸開一條條坑 坑的深和門框的厚度是一樣的 之後把工作桌和門用F字鉗夾緊 然後用阻和鎚 跟著坑壯去鑿開 用阻把剩下的木舌挫平 然後放門膠進去 另一個膠位都是相同的步驟 然後把門框放完 全部整個門膠就可以双螺絲 這樣就能打風行褲 打風成功 把門放進去門框 拉圈再用門膠的另一邊 請記住 除了拉扯門膠的大小 還要拉扯厚度 刚刚一样,用手脚割坑纹出来 然后撞出来 第一次做,做得不太好,不要紧要 做到第四次应该有进步了吧 塞上门架,转洞和上螺丝 在门底部可以切一点 很少就够了,这样开门关门就会畅通无阻 你以为伤完门架就等于做完对门? 少年你太年轻了 切一条幼的木条放在门的边边位 挡住门框和门中间的gap 要做出锦币的团牧 就做出锦币的盐 然后再装开盐 然后再装开盐 拿起雙面膠紙,我們去做個窗 在窗框四邊貼好雙面膠紙 清理好雅加力膠的保護膜 然後放在貼了雙面膠紙的部分 再加一條幼木條在窗門上面 目的是要在我們的Double Window中間 做一些空間 而做的步驟就跟框一樣 之後加上另一塊窗就可以了 放好再按緊 完成 為了容易組裝,第一件事先拆開門 之後用大量的木工夾鉗夾出整個錄音室的形 是不是像模像樣? 之後,我們拿幾個木箱拉扣 在長板的邊中間位置 雙好螺絲固定好 不用急,我們是求精準 錄上扣的另一邊位置 加上扣的另一部分 我們整個錄音室都會用扣來組裝好 這樣就可以以拆、以除、以安裝 用木箱拉扣裝上頂 連接它和四個長身 每一邊每一個角箱上兩個扣 每條邊中間也多加一個 這樣就穩穩陣陣了 下一步是做一個通風系統 在一個木箱上面 用圓規畫一個通風管那麼闊的洞 我們可以像這樣先開四個洞 然後用線鋸機沿著它切出來 切完之後可以放通風管了 可能你要因應情況將它剪短 之後再用膠紙再薄好 將不同的通風管駁好 形成蛇這樣的形狀 之後將它們的駁口全部貼好 不要漏條縫出來 在管的另一邊 剪好開口就像這樣 這樣就可以貼伏地把它貼在平面上 試一下抽氣線 蛇形這樣放就可以令它開了抽氣線 都不會周圍動 為了加強它的穩定性 在管的背面和四周圍 都可以放下吸震吸音的物料 塞一下塞一下 塞滿整個箱 再試一下抽氣線 是不是感覺到和剛剛不同呢 想再好一點 為了加強效果 我們在抽氣線口 放上吸震吸音的物料 就算抽氣線運作的時候 都不會影響到它的錄音效果 試抽氣線 是否馬上不同了 想再好一點就放些物料在抽氣管和木中間 這樣的效果就會更加完美了 完成之後就可以封箱了 又是在木和木之間可以放些物料出來防震 封箱上可以把多餘的物料修剪好 通風系統是會駁到錄音室的頂部 所以我們要先幫它開個洞 量好大小再用圓盔畫大一點 然後用剛剛的開洞方法 用電鑽和線鋸原理地開洞 用電鑽和線鋸原理地開洞 終於轉入大直路了 在錄音室底部用釘槍 釘裝可吸震吸音的物料 用兩塊木和木工夾鉗 將第一塊牆身豎起 之後將一個一個木箱扣好 慢慢你就會看到整個錄音室出來了 再在錄音室背面較低位置 多切一個洞 這個位置是讓我們錄音的時候 可以完美地把儀器的電線收好 因為這是錄音室 所以要完全隔音 那就解釋到現在這個步驟 正在做甚麼 就是要用釘槍把所有吸音物料 釘在BOOF那裡 但記得窗位和門位要釘出來 還有一個頂部也要的 不要漏了 之後釘多一層布 去到裝飾一下 這個是回收回來的物料 你們也可以看看手上有甚麼其他物料可以放在你們的BOOF那裡 去到裡面 把回收的隔音物料 例如是布 釘在錄音室裡面 加上門柄 把抽氣線連接到通風箱這個速度控制器上面 然後把抽氣管連接到BOOF的屋頂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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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在整個錄音室的地板上 目的是減少你來自地面的震動 就是這樣 你的環保錄音室就完成了 大家聽聽 效果就是這樣 時間到了 安靜的記憶